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9日星期四的收视个Round 再我曾以提和大家总结港股开放 人民币升穿七算 助港股今日高开高收 恒指高开221点后 将升幅扩大到245点 但之后走势回约 本港新增42宗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个案 其中有34宗都是本地个案 市场忧虑情绪之下 大市下座最多112点 最终靠稳 收背26210点 升80点 升幅0.3 挂指高开72点 收背10781点 升33点 升0.3 大市成交金额再突破2000亿 达到2068亿 再来看看重磅股份的表现 港交所续创371元的新高 收报370.6 推升3.5% 会空微升0.3 有帮微错0.4 市场憧憬恒指公司推出类似 电纳指的科技股主提指数 科技股份走势零利 巨头公司 腾讯 阿里巴巴 美团 京东 网易 全部创上市的新高 其中阿里和网易都飙升一成 腾讯上扬3.7% 小米便来重返招股价水平更一步之遥 收升4.6% 莫格士丹利认为 手机设备行业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 信羽和瑞星分别上扬2.4% 以及3.5% 各位电子和优态科技分别推升2.3% 以及8.4% 通达急升超过1.1% 信达方面飙升2.1% 方望远件股份也强势法力 心动中远国际 老大CIGG大升一成到一成六 创新高的仪卡飙升2.2% 六日年升累计高达1.33倍的升幅 而行腾网络今日飙升超过7.4% 另外金矿资源股份随着金价逐却 见到招金、中国黄金、紫金和山东黄金 推升3.9%至5.8% 今日的收视角Round先到此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